我们再问一下883 昨天油价有点反弹 昨天国际油价升了2%左右 这个EVA9.12买了883 他说上网多少? 恭喜你,9.12买 你说上网多少? 我觉得中长线有得再行 但是你说短线可能会有点压力 因为之前他暂缓了派息 因为他接下来要回A 所以他说派息那里就会回了A之后 就连上特别息才一起派 所以你看到近日去到11元楼上就顶顶比 而且油价夹他都开始没什么反应 就是我想,我不知道观众9元边的时候 买了多少 如果你说你大住的话 我就建议你可以偷一下位吃半留半 然后就割他有没有机会落回去10元 不要说10元,10.5元这样炒一下上落 我觉得暂时他没那么快破位 因为你一天,如果回A没做的话 他就未必那么容易破 但是当然他也未必会跌得多 因为他回A的话,他一定要落下 我觉得他似乎应该先炒住波幅 如果你说我想走下位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考一下自己的手感有多好 你说我不想出出入坊 你先坐着吧 我相信他都没完的,整个故事 因为你回A好,派息 那你派息又保持这么漂亮的时候 那他的防守力够强 再加上他又有机会有回购的话 那也还有机会把股价托上 所以这种我也是一个 会有造仓的一项股票 我都觉得是OK的 好,大家留意着 因为上次其实也挺突然的 对我来说 就是他那个派息 大家都在等着他的特别股息 其实是 是的 突然间就说要等一阵 但是大家又好像没有 好像我这么失望 他又硬正的 就是大家是失望的 但是跌到某些位置 那些钱就继续买进去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最多迟一点买 那见了一班 一路没有追的 就是11元楼上 或者10元 好像没有观众 9元买得这么漂亮的 可能跌到 那又是10个半 已经立刻大多人抢入了 就是这个就是 为什么他这么强势的原因 因为太多好消息 跟尾的话 股价就比较难下跌 是的 如果说策略上 你说有些投资者未入 现在想入 会不会10个半 都是一个你便宜买入的水平 我觉得如果你说短炒 你可以看着那些位置去做 我自己 都是做Shophood为主的 883 我最新做的9.75 低位我会愿意接货 但是你说 如果来到10元楼上的高位 你就真的要考下 那个相关的技巧 我想你看图 就相对好似好些 你说10天线 10个半那次 就刚刚开到10天线 就回到上去 如果你真的要炒 你看着10天线去做操作 看有没有机会震下来 你就试试短炒 好啊 那就是 都是值得憧憬 这是股份 跟牛哥哥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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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